常常在说耍废耍废耍废 但是你耍废的时候 其实你不记得会放松 因为你觉得你心中还有奇妙的作恶感 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放空状态呢 催眠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放松你的脑波 放松你的意识脑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 你在日常都经历的催眠状态是什么呢 嗨大家好我是凯莉 我是催眠师不是魔法师哦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说 催眠它是不会控制你的 你也不会睡着的 那催眠到底是什么呢 催眠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那放松什么东西呢 放松你的脑波 然后放松你的意识脑 让你在意识呈现休眠状态的时候 进入到潜意识 可以去做深层的疗愈效果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 你什么时候在日常都经历的催眠状态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在脑波的第一层情况 上集有提到的 在意识很清醒的时候 你整个脑子都非常活跃 非常理性非常逻辑非常的有线索去思考 当一个调查局 征探的时候你的脑子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对于世界的所有一切你无感接收进来的所有的资讯 都在你的大脑里面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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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出去 成为你的经验值之后输出出去的那些作为 这一个运作的过程 其实就是都在贝塔坡的时候 这时候的你 其实是非常的有警觉心 然后有魄力 有行动力 有执行力 有计划性 有规划力 各种都是经由你的脑去 层层叠叠的计算出来的情况之下 意识脑去计算出来的情况之下 达到你最后在人世间 身为一个地球人 你要达到的目标 那但是呢 当我们的意识比较放松的时候 他从很焦躁不安 或者是有很有规划的状态 降到第二层的时候 是阿法坡 那当阿法坡的时候呢 是在日常你经历到哪一些事情呢 阿法坡呢 就是浅层的催眠状态 当你感到专注 而且放松的时候 特别的容易进入到阿法坡的状态 那什么时候是你放松且专注呢 第一个时候就是你做喜欢的事的时候 你做喜欢的事的时候 例如看电视 看电影 看书 从事你的兴趣爱好的时候 我们来回想一下 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到那个蜘蛛人在那飞来飞去 你整个就觉得你好像也很可以 你看到那个穿越剧在那里哭的 你死我活前世今生 哇眼这么大 你也代入性很强 那时候你都觉得你是那个女主角 你都哭得要命了 那当你在看书的时候 哪怕他其实就是一本书 但是你深入其境的时候 你深深的感觉到你也是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主角 在那里跟人家比划各种招式 甚至那个仙侠 你都觉得升天得道了 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是你了对吧 不然你为什么会哭呢 那个时候当你从事你喜欢的事情 当你在全然的放松的情况之下 又很专注的去从事一个需要酝酿情绪放松的时候 然后去投入的东西的时候 你其实就已经进入了阿法谱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你忘了你自己在哪里 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做喜欢的事的时候 然后再来呢 第二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你放空的时候 放空什么东西 就像我们第一集所说的啊 放空你的意识脑的那些焦躁不安规划逻辑 还有各种思维的情况之下 把它放空 放空的情况也是放松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在说耍废耍废耍废 但是你耍废的时候 其实你不见得会放松 因为你觉得你心中还有奇妙的作恶感嘛 可是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放空状态呢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开车开长途车的时候 你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直直驶过去 你其实是已经开车的老司机了 那你就在开车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规律且投入嘛 专注且放松的时候 最容易进入α波的状态 所以在开车 尤其我像凯莉就很喜欢开车嘛 我每次在开车的时候那一种状态 我都会文思全有 各种创意各种巧思 都会在我开车的时候 蹦蹦蹦跑出来 因为那时候我的意识脑已经开始渐渐的休眠了 而我的直觉非常的旺盛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潜意识已经很长 在那时候有探出头来跟我说嗨 那除了开车的时候还有什么时候呢 你在做白日梦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你觉得昏昏沉沉 刚吃饱饭 然后想睡又不想睡 然后又还没有上班的时候 望着窗外的时候 你正在做白日梦的那个时候 你的意识其实也是有点休眠 因为你有点小累 可是又还没全累 然后又心里头惦记着 等一下又要上班的事情 正在做白日梦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α波的时候 所以你心中有各种奇妙的想象 OK 然后还有什么时候呢 闲晃 你到处闲晃啊 闲晃来闲晃去 可能其实是漫无目标的闲晃力 我在公园走路 或者是你今天就是要走两万步 你就走了一万步 就在走路 你紧紧就是在走路的时候 你的脑其实不太用运作 所以你在走路闲晃的时候 你光看到大地美景 还有看到那些花草树叶 你都会觉得有奇妙的宁静感 甚至有时候还会有奇妙的 万物合一感的时候 那时候你也是在α波的时候 好 那还有什么时候呢 你闭目凝神的时候 当你觉得想要有一点累累的 那你想要休息片刻的时候 你眼睛闭起来 其实那三秒钟或五秒钟 你可能就已经进入了α波的状态 那当然还有我们最常使用的冥想跟静心 那当我们在就是我们如果有学秘密的话 或者是有学占卜的话 或者是我们在拜拜之前啊 其实都需要先进行的那个静心的时刻 藉由呼吸的一个平稳 让你的心静下来的那个时刻 其实我们也都是在自主的进入到α波的状态 因为啊 我们冥想的时候就是要进入内在嘛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要拜拜的时候啊 是不是要好好跟神明对接的时候 你也需要用你的心去跟神明对接嘛 不是用你的脑嘛 是用你的心嘛 对吧 所以要进行嘛 那进行的那个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催眠的时候的一个α波的状态 然后还有什么时候呢 啊 一样拜拜跟祈祷都是一样的嘛 你在跟阿门祈祷的时候 在跟神祈祷的时候的那个祈祷的时候 也是α波的状态 放空的时候 还有闭眼灵神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时候呢 你很专注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专注这件事情 好像你就没有进入α波 你就不是那个第一层的催眠状态咯 不是不是哦 因为当你很专注的时候 例如你在工作 你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project要去做 你就坐在那里做了奇妙的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过了之后 你发现 诶没感觉 但是你一个project已经做完了 你其实根本没有感受到时间感 这个时候 你已经进入了α波的状态 而你却不自知 当你专注的时候 还有呢 当你上班上课的时候也是 上班的时候 你非常需要去完成各种任务 你就一直去完成 一直去完成 或者是作业员 或者是你在做某一个规律且 需要一直重复性的工作的时候 你也会很容易会进入α波的状态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 因为老师上的非常的有趣 例如像我们的大哥老师 胖老师 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进入了奇妙的催眠状态 也就是α波的状态了 因为我们非常的放松 但是精神非常的专注 我们已经完全投入那个特堂的世界里面了 那时候也是α波的状态 那还有什么时候 脑波很弱的时候 脑波很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恋爱脑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都说 恋爱其实就是被催眠的过程 是啊是啊 因为你脑波实在太弱了 你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忘了你是谁 你看他又是你喜欢的事情 他又常常会让你闭眼凝神 去想像各种美好的画面 他又让你很专注 因为你心里只有他 然后他又会让你偶尔有放空的时候 因为你觉得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好开心 各种状态都有了 所以恋爱脑很旺盛的时候 你一定是在α波的状态 那时候我们每天有恋爱感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飘飘然的 特别心情好 对吧 那时候其实你就是已经进入了 奇妙的催眠状态了 所以不管看他怎么样的都是好的 然后还有第二种 脑波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你在双十一双十二 或者是逢年过节 大买特买的时候 购物季的时候 那时候脑波也超弱的 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候 买一样你也是符合了 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所有的情节 放松 而且你要闭眼凝省 你要去想 喔那个东西好赞喔 如果买回家了之后 他可以穿在我身上不知道有多漂亮 那些包包 如果可以背出去 我问哪些场合可以背 真好 脑波很弱 那还有什么时候 被推销的时候 所以很多的洗脑大会 或者是那个你需要去听人家解说 买车买房 当然你有需求是首先 就算没有需求 他一直在那边 你愿意坐下来 专注的听他讲的过程呢 其实你也就快要进入 阿法波的状态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只要你愿意坐下来 其实就有机会了 对吧 你就有机会去购买那个东西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脑波呢 你的意识脑呢 已经渐渐的下降了 当你放松且专注的 听他说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了 好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几种状况 当你放松的时候 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还有当你放空的时候 还有当你闭目凌晨跟专注的时候 都会造成你脑波比较弱 意识脑会稍微下降的 这个时候呢 都是我们的第二层的 那个脑波状态 也就是意识脑已经渐渐的开始休眠了 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催眠状态 浅层的催眠状态了 在这个时候 没事啦 反正你知道就好了 我们以后也会教大家 如何解催眠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集 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当你脑波很弱的时候 你要如何去了解自己 在那个时候可能被超级业务员置入行销了呢 那我们下一次见咯 拜拜